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表谷及先鋒 我是張懷茨 台股今天是持續的亮縮整理 開低後維持平盤下震盪 中場是下跌了55點 成交量僅有2883億 創下7個月以來的新低 未來行情要怎麼觀察呢 替您請教專家 是我們的資深分析師林中翔 中翔老師 懷茨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 中翔老師就要請教你 台股震盪整理 而且量能好像也出不來 那之前你有強調過 族群今天漲明天就不漲了 那到底現階段的策略 應該要怎麼調整呢 好 昨天台北股市漲了80幾點 結果我設定的自選股 就是我要代會員做的股票 每一檔股票都跌 還懷疑人生 今天呢 大盤開低 最多跌多少 我們看一下最多跌多少 最多跌了180點 美國股市跌嘛 結果呢 同學 我告訴你 我設定的自選股 全部大漲 全部漲停 所以有時候 記不記得 今天禮拜二嘛 記不記得上個禮拜五也是這樣 上個禮拜三也是這樣 美國股市跌 台北股市就開低走高 美國股市漲 台北股市就開高走低 美國股市跌 台北股市就開低走高 對不對 禮拜一 NVIDIA回答 超微都漲 昨天 美超微還跌了8% 但是 一大堆股票漲0板 來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這個畫面 我這個畫面 有沒有 你看 這機器人的嘛 羅生 所羅門 廣民 君豪 智盛 你看 有幾支漲停板的 對不對 精彩 對不對 今天台積電跌 紅海跌 昨天紅海還漲 所以紅海不太有肉 那有肉的在哪裡 加賴我就告訴你 來加賴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對不對 同學我告訴你什麼 當沖 隔日沖 不管盤怎麼震盪 我們今天又賺錢了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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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跑一跑了 來看一下同學看一下廣民 廣民記得我們有買嘛對不對 今天這裡突然急拉 大量 兩百多張兩百多張 剛好拉給我們出 太漂亮了 對不對 說實在啦 今天廣民也不漂亮啦 今天漂亮的是什麼 羅生啦 對不對 羅生才漂亮啦 索羅門也不錯啦 Solo Sea啊 對不對 很久沒有人講了 來 中小老師有沒有事先告訴你 來看一下看一下 對不對 對不對 同學 來這個加賴加賴加賴 我再告訴你對不對 我告訴你什麼 26號 8月26號 我告訴你 機器人概念股就是索羅門羅生跟廣民 索羅門羅生跟廣民 細光指示是訊心光勝華心光 訊心光勝華心光 再來就 君豪至勝生陽伴有威科 我說實在 同學股票不要做太多 你們家又不是開台灣銀行的 進一檔出一檔 進一檔出一檔 會員每天都有錢賺 這樣就很爽了 老師也很爽 老師真的 只要賺錢 你看沒看 老師都沒開眼相 對不對 解牌這麼辛苦幹嘛 每天在那裡遮牌 遮來遮去 對不對 像話嗎 對不對 同學做股票不要那麼辛苦 好不好做股票不要那麼辛苦 我們跟著我們慢慢做都對 好 昨天晚上怎麼寫 昨天晚上怎麼寫 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 指數小漲82點 但大半的個股都是以跌作壽 老師你昨天有沒有放空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我沒有放空 我最多是當天是當日幣 就是昨天開盤先賣後買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沒有放空 先講好 所以你也不需要先賣後買 一樣是做股票嘛 老師你要看空 我告訴你 同學 聽我講一個觀念 你先賣對不對 賣掉以後 你譬如說 跌停板大家不敢買 那我叫你買回來 是不是就 買單就一直在集中在那裡 手上有人就在想 我這支股票總算沒有再跌下去 先賣後買是這個道理 先買後買也是一樣這個道理 對不對 我先買 集拉我就出嘛 對不對 同學看一下 來台股小漲82點 台積電鴻海收紅 反而大半的個股下跌居多 你看昨天跌什麼 M31 7% 四星跌了5% 今天漲了6% 宜特跌了6% 對不對 紅色跌了8% 盛陽半導體跌了9% 光盛8.5% 迅星5.6% 精彩5.5% 星雲9% 不要看 9%幾乎是一支漲停板 沒關係 今天把它報酬回來了 對不對 老師 昨天四星KY 舉辦法說 很好 昨天跌145塊 老師你在那邊高興什麼 不會啊 今天漲160塊 同學 今天四星我有沒有告訴我的會員怎麼做 我有沒有告訴同學怎麼做 同學這不會不會騙你啦 對不對 一大清早就告訴你了啦 9點09分 9點09分看一下 9點09分 清代跟法人 四星創意今天可反彈 如果你手上有四星的 手上有創意的 你會不會賣 你不會賣 9點09分在這裡 9點09分 對不對 收到抗訊 立刻動作 立刻動作 9點09分還在平盤 2451 給他買 25 2510給他買個一張 收盤價賣掉 賺 160塊啦 同學 老師 創意 插到盤下 創意量太小 價差不大 沒關係啦 有賺就好啦 對不對 同學 你的老師有沒有這樣的 扣訊 沒有 掌 恭喜會員 別 嘴巴閉起來 每個老師都很準 掌停板都有了 今天大概有一大堆老師 開始講了 你看我們機器人的股票啦 你看我們羅生又掌停板 你看我們軍豪又掌停板 你看我們智勝又掌停板 這樣講就三檔了 對不對 同學你能夠買幾檔股票 我們帶同學做股票是這樣 買了一檔 這一檔出掉再買另外一檔 好不好 同學 中翔老師說話算話 沒有出股票 我就不會再買新的股票 除非做當充的 做當充的另當別論 對不對 看一下 今天大盤是不是 收盤跌55點 對不對 盤中跌180點 對不對 結果你看到沒有 中翔老師告訴你的股票 在這裡 迅心 光盛 君豪 索羅門 羅生 廣民 對不對 光寫 一二三 四 五六 六檔股票 全部上漲 其中三檔漲停 哪一個老師能夠辦到 別的老師 叉叉零叉 精彩第二 不必了 我沒有那麼奇怪的股票 我有的股票全部寫在這裡 8月27號 對不對 8月27號 老師 那明天晚上萬一 美國股市大漲 明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又開高走低 有可能 不要亂追 今天漲停板的不要追 亂追賠錢 你要怪我了 對不對 同學 做股票 其實 我跟你講 我們待會兒來看一下 外資的買賣超 待會兒外資會告訴我 我認為今天外資 應該沒有大賣 了不起小賣賣 其實外資在這個地方 他也不太會做 來 同學我告訴你一下 好不好 來 告訴你一下 同學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好不好 縮小一下 好 大盤指數從高點跌下來 這一天是大跌 一千多點 所以這個殺下來是 見量是底部 這邊是左肩 這邊是右肩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這左肩 這右肩 美國股市漲 台北股市就開高走低 美國股市跌 台北股市就開低走高 在這裡整理 這個月線未來扣底的位置 就要開始扣低了 一二三 三天以後就扣低了 所以日KD指標也消化一下 所以消化一下 他就會開始往上做走高 所以季線就會過了 但是我不希望他每天漲個三百點五百點 台積電在這裡讓他休息一下就好了 鴻海讓他休息一下就好了 中小型的股票才會動 來看一下 同學是不是這樣走 對不對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台積電 台積電是不是也是這樣走 未來月線開始扣低 所以這個走平 這個季線走上 可以低下修正一下 正常 台積電 我看一千塊應該還是有機會來 但是我也跟你講過 如果一千塊會來 你買八百一十三塊不是賺比較多 你買九百塊就賺不多 對不對 所以在九百四十幾塊 就不一定要買台積電 因為你賺不多 對不對 好 力旺也一樣 這V型反轉了 對不對 繼續蓋下去 M31 月線開始慢慢扣低值 他恢復正常交易了 但是主力籌碼在這裡有在賣 所以我們還沒有買 我們上次帶你賣是賣在一四五零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全市場都知道 我告訴你 我只要賣股票 我都會公開講 我賣在哪裡 同學 所以在這裡跟你講 驗證是最大的誠信 我講我賣股票 我就是賣股票 我就是賣股票 同學就是這樣 驗證是最大的誠信 好 四星KY你看這個是不是跳空 跳空 這個也是跌停 連四星KY都會跌停 好 昨天黑棒 今天黃棒都吃過去了 再來就要攻這裡了 對不對 老師 昨天好難看 昨天這個黑棒 黑棒是讓你這些回補的 對不對 不補今天又上去 今天漲160塊 對不對 老師 昨天那個外資 自行商都在賣 今天他們就不會賣了 我跟你講 外資是大散戶 你也聽不懂 追高殺低 外資最會 外資四星有五萬多張 不是有五十幾趴 他賣個幾百張 跟買個幾百張 對他來說 一根毛而已 你知道嗎 一根毛而已 所以同學不要緊張 你看這個月線也開始扣低 月線開始往上 但是他沒有量不會漲停 七八九 七八九 才七百八十九 你知道你要他怎麼漲停 愛普也一樣 一漲一跌一漲一跌 月線開始扣低 出量就攻擊 融資沒有大增 我以為昨天融券會減少 因為昨天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漲嘛 IP股只有它漲 我想說融券會增加 結果昨天融券減少 今天就搞不懂 不過今天高點跟昨天高點是一樣 對不對 你看資源也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的邏輯很簡單 老師是不是一直告訴你 不要聽別人怎麼講 做有量的股票 對不對 做有量的股票 來看一下做有量的股票 先買後賣並非做空 只是價差操作 當日操作就結算了 對不對 今天先買後賣 今天沒有先買後買 先先買後賣 所以同學 我們做股票 是隨著盤勢做 老師掌停板你又有了 跌停板你都沒有 廢話 對不對 我會去買跌停板的股票嗎 不會 我會去買掌停板的股票嗎 不見得 有時候 當衝 來我教你 像這一支股票叫做 羅勝 對不對 開梯 這裡有一條叫軍價線看到沒有 有沒有 有 你沿著軍價線做就好了嘛 老師你要電腦才有啦 那個喔 那個不是電腦都沒有啦 誰講的不是電腦沒有 你們不懂 不懂 來我教你 好 看一下 老婆照一下這裡 這更清楚了 這三足資訊了 你們下載都是下載三足吧 懷石也是下載三足的嘛 是 你看一下這裡是不是有一條 這裡有一條軍價線 有沒有 他是不是站在軍價線以後就 嘟嘟嘟嘟嘟嘟嘟掌停板 對不對 同學你看一下 小單也在買大單也在買 紅的全部是紅的 這麼簡單教你你又不會對不對 老師你要教我一些啊 我要教你啦 那明天怎麼做 同學明天怎麼做 從馬分析 趕快看一下 明天怎麼做 加拿 我在這裡還是一樣啦 當衝隔日衝 無懼盤勢的上衝下襲 趕快打電話進來 今天有同學到公司來找我 今天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明天我們一起一起開始 賺錢 交往給懷石 好 謝謝中翔老師的分析 現在台股市震盪整理的格局 到底要如何在股市中持盈保態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 有更詳盡的個股分析 歡迎回到標股集先鋒 先帶您來關心一下 三大法人買賣超的情況 今天外資是賣超了130億 而投信是買超了47億 自營商也賣超了13億 那中翔老師就要請教你 因為你一直強調 現在震盪整理的格局 不要流倉太多的個股 我們當衝或是隔日衝就好了 那我們到底是應該要挑選自己比較熟悉的個股 還是找一下今天的強勢股來做呢 沒有 找自己熟悉的股票 同學你不要再 不要 晚上找好股票 是為了明天後天要做的 不要看到盤中哪一隻長的又去追了 一追搞不好又套牢 同學我告訴你嘛 機器人嘛 COWAS 矽光紙 IC設計 對不對 IP股嘛 老師你這樣一講已經30檔了 對啊沒錯啦 已經30檔了對不對 同學看一下 8月26號嘛 已經30檔了看到沒有 就這些裡面做來做去就好啦 其他的股票不太會動 老師今天那個2337 222337 我好像有利多耶 說 說他什麼 今年成長會一倍 你看他會動嗎 他會動嗎 你看他會動嗎 他不會動嘛 做多也賺不了錢 做扣也賺不了錢嘛 對不對 老師你有告訴我哪些股票可以做嗎 對不對 所羅門羅生廣民 訊心光勝華心光 對不對 智勝 君豪生陽辦 有威科 就這些股票做來做去 不然呢 不然呢 世心也可以做一下 世心也很活潑 有錢人都去做世心 一張要兩百多萬耶 一張要兩百多萬 好 來我們看一下 來看一下 訊心 這天開低走高嘛 你看 美國股市大漲的開高走低 一跌跌了超過5% 結果這天開低走高拉到漲0% 昨天又震盪幅度又6% 對不對 今天又開低走高 你看是不是頭銜一直在買 這頭銜在養嘛 再來看光盛 光盛一樣啊 昨天開高走低啊 但是外資跟自營商在賣 頭銜已經賣掉了 光盛比較貴啦 400多塊 有錢人才來做嘛 但是華心光112塊 好 注意到了 借券魚二大減 你看這裡誰在買 自營商天天買 我告訴你 自營商是自己的錢 他自己的錢 他跟投信不一樣 他跟投信不一樣 投信去募資別人的錢 投信去募資別人的錢 自營商是自己的錢 所以自己的錢跟 跟這個外資跟這個投信不一樣 我自己的錢 要有輸贏的呢 我自己的錢 他能夠輸呢 所以自營商有時候 狠起來蠻狠的 你看自營商是不是天天在買 而且這一根掌停板 我跟你講 這一根是10112嘛 是掌停板嘛 沒錯嘛 101的掌停板是101112嘛 對不對 掌停板以後 橫盤整理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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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112 高點是116.5 按照道理來說 他是一根紅棒以後 整理了五天 再一根紅棒 正常來講 應該是這樣 所以有機會 而且大家都買得起 對不對 索羅門 昨天開高走低 今天開低走高 KD指標交叉 羅商 KD指標交叉 對不對 底部浮線 掌停板 廣民 廣民 廣達集團的 老師你為什麼不做廣達 廣達 廣達最近好像很牛 對不對 妹妹妹妹妹牛 廣民比較活潑 你看KD指標交叉 對不對 啪一下 今天這樣震撼幅度也滿大的 超過5% 超過5% 超過6% 對不對 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他是機器人概念股 對不對 所以同學 我在跟你講 如果你找一支股票 價差只有3% 那就不急著做 對不對 你只有3% 只有3% 最高點你又買不到 賣不到 最低點你又買不到 3% 你要怎麼走 對不對 對不對 舉例來說好了 你看 今天台積電的震盪幅度 才0.6% 手續費都不夠 對不對 力旺2% 4星KY7% 這有一點醋鼻 這樣子殺起來才有肉 對不對 看一下 君豪至聖都10% 對不對 羅生11% 有一個清代的 他問我羅生 當然喜歡做羅生 今天做羅生真的是爽到 爽到歪一邊 11% 這樣才有醋鼻 對不對 看一下 價差只有3% 不急著做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沒量 就像這個 艾普也沒有3% 他做什麼 最高點你也賣不到 最低點你也買不到 對不對 智原 智原也是3% 最低點你也買不到 最高點你也賣不到 因為他的量都很小 幾千張而已 我問你 這有沒有量 你不衝也有人衝 一萬九千多張 你不衝 你不衝有人衝 所以同學 在這裡告訴你 好不好 當衝加隔日衝 對不對 有一些同學不做當衝 我說也沒關係 那你就買 拉上去掌停板 隔天衝 明天賣 掌停板的隔天很好賣 要不要賣也不見得賣 強 去爆 弱 就賣掉 當衝加隔日衝 操作沒有負擔 好不好 交還給懷恥 好 那周強老師要請教你 你說這個個股 應該要前一天就先找好 那所以我們應該要觀察 它哪些方面 譬如說筹碼面 還是技術面嗎 筹碼面 技術面 量 價 還有 誰在買賣很重要 外資如果 一支在吃貨 或是主力筹碼 一支在吃貨 那這支股票會比較強 那如果是散戶買的 比較弱 所以 跟著我做 交還給懷恥 好 感謝鍾翔老師的分析 提醒您 投資有風險 買賣前人要省錢評估 標股即先崩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